大家好 我是阿龜 這隻鼓 今天的這一支影片是我2021年拍的第一支影片 好開心 那大家還記得去年疫情爆發前 在韓國掀起颱風 那時候我以為是台灣的美食 那疫情爆發後呢 韓國人沒辦法來台灣了 那這個颱風還在嗎? 其實現在在韓國 台灣仍然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 台灣防疫做得非常好 所以在韓國都會叫做T防疫 這個T防疫呢 引起了非常多網友的羨慕 很羨慕台灣現在可以旅遊啊 很羨慕台灣防疫做得非常好 沒那麼的恐慌這樣 甚至是很多韓國人喔 都會特地來看我的影片 留言說 喔 來這邊代理溫足一下 太羨慕了 很想念來台灣玩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為了那些韓國人 我要來代替他們去 韓國人最想去的台灣景點和美食 但是這次特別選了 台灣人可能會覺得 有一點點意外的地方 那也順便帶大家看看 沒有韓國觀光客的情況下 生意還是會很好嗎? 一定要看到最後 一定會覺得很意外 那講到韓國 大家有發現 我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在韓國現在最流行的 耳圈藍 這樣的時候是一個 很模範的時候 這樣子咧? Hot girl 把我自己講 那今天出門前呢 我想要介紹我365天 一定都會做的一個習慣 就是擦髮油 因為我是那種超級嚴重的自然卷 如果夏天很濕的時候 它的頭髮會很噴很噴 然後很乾的時候也會超級乾 然後沒辦法輸的那種 所以對我來說 沖洗式護髮其實不夠 我很需要擦髮油 讓整體的狀態更完美 那我這幾個月擦的髮油是 巴里蘭亞的這個花椎復活精華 它裡面有一個花朵 花朵 超級酷的 大家有看過啊 我從來沒有看過 聽說是獨家技術版 真花放在這個髮油裡面 因為我剛剛說了 我是自然間 然後再加上非常厚 所以我擦的是 黑出力薰衣草口味 每天每天每天 一定需要擦 可以讓頭髮比較柔順 然後看起來很健康很亮 只要擦這個髮油 然後見朋友的話 朋友都會說 好香喔 甜甜的花香 重點來了 我選髮油 看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不能黏 擦完之後有一些產品 都會黏黏 然後都要先洗手然後出門 但是這個的話 你擦好不用洗手了 不會黏 好啦 就這樣子 我們快點去韓國人 最想念的台灣景點和餐廳吧 Let's go Yeah 我來到第一站了 這一間就是韓國人來台灣 一定要吃的餐廳 再加上最想念的餐廳 就是台灣的Kiki 這一間其實不是台式餐廳 是四川式餐廳 但是為什麼韓國人這麼愛來呢 我們進去看看 餐廳頭 老蘋果肉 鳳梨茶 超 我一開始來台灣的時候 怎麼Menu上會有它餐廳頭 超奇怪的 原來它顏色跟一些大小很像餐廳頭 所以才叫餐廳頭 這是韓國人最喜歡的一道菜 因為它的口味很辣 也滿喜歡韓國人來台灣 怕吃辛香料的人的口味 我媽媽來台灣 她因為台灣的一些辛香料的關係 牛肉麵也有點不敢吃 她就是 所以一直哭 我就帶她來吃這個Kiki 她就開心得不得了 她就狂吃狂吃 我覺得超可愛的 要這樣子餐廳吃 嘗一口飯飯 有點辣 好辣 韓國人最喜歡的這個老皮嫩肉 很Q 這個豆腐是韓國沒有的 直接融化 這個鳳梨蝦球是 韓國人來台灣熱炒店一定會點的 鳳梨蝦球超好吃的 好 那我先吃 等一下去下一個地方吧 Let's go 好 我吃完Kiki呢 第二站應該要喝的東西對不對 對 除了喝手要飲料 珍珠奶茶之外 還有一個是必喝的一個飲料 就是 那大家猜猜韓國人在 85度C會喝什麼 老闆 你知道韓國人來 85度C會喝什麼嗎 珍珠奶茶 不是 韓國客人來這裡的話 都會喝海鹽咖啡 海鹽嗎 對 因為我拿到85度C的海鹽咖啡了 我從來沒有喝過 因為我沒有那麼喜歡喝咖啡 但是在韓國人之間呢 這真的是來台灣一定要喝的飲料之一 我先喝喝看到底好不好喝 你看這個奶泡是鮮的 然後下面的一般的那種拿鐵的感覺 很鹹耶 還是我要攪拌 不用喔 這個真的是鹹到我快睡著的時候 會醒起來耶 根據統計呢 聽說韓國人一年會喝353杯咖啡 差不多每天都會喝一杯的意思 然後這個85度C呢 紅到韓國 所以現在在韓國的便利商店可以看到 85度C的海鹽咖啡 超級可愛的 然後聽說跑幾家店都買不到這個 鋁箔包 超級香 所以大家 應該很多台灣人沒有喝過 可以喝喝看這個海鹽咖啡 好不好 那我們去下一站囉 好我現在來到下一個景點 韓國人來台灣一定要逛的就是 九份囉 我們會有一個tour叫 所以韓國人都會在客戶啊 或者是KK店買這個行程 然後一次逛完這一些景點 其中九份就是最受歡迎的景點 來給大家看 沒有韓國日本觀光客的九份 真的滿空空的 以前的話真的是 沒有辦法自己走路 是要退來退去的那種 哇 真的沒什麼好 什麼人呢 一個人獨享九份 然後在九份呢 也有一個非常讓台灣人意外的一個部分 就是呢 日本台灣人來九份 就會指定吃九份的芋圓 但是韓國人的話 會指定吃 宜蘭的花生捲 韓國人來九份的話 一定要吃這個 花生捲 明細菱 沒錯吧 沒錯 可能很對他們的口味喔 幾乎每個都吃喔 我是覺得它真的滿特別的 會包在一個品上面 那最近沒有什麼韓國人 最近都沒有 那會不會影響到你們的聲音 影響很大喔 那我拍這個影片 然後台灣人可以來分地的這個觀光 升起來 謝謝你 掰掰 來到九份呢 台灣人就會吃這個 玉圓 玉圓的好處是 夏天的時候就可以吃冰的 很冷的冬天就可以吃熱的 嗯 嗯 嗯 好幸福 看著這個九份的景 吃這個玉圓也還不錯吧大家 以前呢真的是人多到前胸貼後背 大部分都是日本韓國觀光客 在韓國呢其實有一個九份的專有名詞叫 地獄粉 因為九份的韓文跟地獄滿像的 所以剛好這個九份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們韓國人有時候就會叫地獄粉這樣子 但現在呢是天時份 完全沒什麼人 然後今天的九份呢剛好在下雨 因為我是自然卷的關係 螺螢毛躁然後它會碰起來 但是今天早上呢我擦了巴林藍牙的髮油 所以今天已經下午了整體的微尺度跟光澤度 非常的棒 你也有聞到我的香香的頭髮的味道是嗎 因為今天呢風很大 然後剛好在下雨 所以我的頭髮還是會有一點點毛躁 然後最近有藍頭髮的關係比較容易變乾 所以呢我今天從家裡帶來了一個非常好的東西 護髮精油膠囊 非常的方便 因為它可以一個一個帶出門 像這樣子 今天帶一個出門 直接 滴在 手上 用兩隻手這樣子 然後擦在頭髮的尾端 這樣就在戶外也可以擠救你的頭髮 好啦去上一站吧 Let's go Yeah 下一個地點呢就是台灣的西門町 西門是韓國人最喜歡的台灣景點 第一名住宿都會先找西門町 主要是西門町有一間 加勒服 在加勒服會買很多東西 所以住宿在西門町的話是最棒的 但是除了這些之外呢 韓國人來西門町有一個一定要吃的美食 之前也有介紹過就是三味食堂 哇現在沒有什麼人在排隊 以前韓國觀光客在的時候呢 基本上要等兩個小時 然後大家我過不久就進這個店裡面了 然後我看起來在店內的客人好像都是台灣人 沒有什麼外國人 現在很像有一隻鮭魚在我的肚子上游來游去 然後我發現呢其實很多台灣人點了炒飯啊炒麵啊 就是很一般的那個日式居酒物的食物 不會像我一樣點 光安客會吃的這個 鮭魚壽司 所以大家也可以來這邊點其他的日式料理 好 那我們去下一個地方吧 Let's go Yeah 我回家了 因為真的太飽了 所以第五點在家裡跟大家說 第五點 韓國人最想念的台灣食物就是火鍋 特別是麻辣火鍋 因為韓國人非常喜歡辣 但是麻辣的辣跟韓國的辣又是不一樣的辣 所以呢 韓國人非常喜歡 但是麻辣火鍋店也有韓國人指定要去的一間店 就是麻辣火鍋 很意外吧 特別是中山店 西門店 玉璃店 以前全部都是韓國人 那為什麼是這一間呢 它的麻辣香不會那麼的嗆 外國人也可以接受的那種 聞聞的那種麻辣香 所以韓國人也蠻喜歡的 而且重點是它是吃到飽 所以呢一次可以吃到非常多的台灣材料啊 台灣食物 所以韓國人也覺得這個CP也非常高 最重要的來了 它有哈根達斯 吃到飽耶 你只要吃六顆冰淇淋就打拼了 所以韓國人非常愛這一間店 大家也可以吃吃看 好 這樣子 介紹完了韓國人最想念的五個台灣景點跟餐廳 有沒有滿足到你們的心呢 有代理滿足到嗎 我覺得大家可以吃吃看 然後感受一下這些韓國觀光客們喜歡的點在哪 最後非常希望疫情快點好 然後這些韓國朋友們真的來台灣去最想念的這些地方 好 還有呢 今天非常謝謝整天陪我的這個巴黎蘭亞的髮油 總結一下我最喜歡它的原因 第一個是它的修護力 因為講真的我的頭髮真的超級厚 在照相有自然卷 沒有擦它真的會爆炸 但是擦它的話一整天都可以順順的 然後再來是 手不會黏 但它還有滋潤度 然後呢我去外面的時候拿的這個 護髮精油膠囊呢 因為它小小的所以非常適合帶去外面 很方便 現在主要是花椎膚和金黃 玫瑰髮油膠囊 結合在一起 有這個新春優惠組合 只送不賣喔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然後我在影片中使用的就是比較適合我髮指的這個 黑出力薰衣草口味之外呢 還有茉莉小蒼籃口味 這個也是有新春優惠組合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們呢 可以看一下這個資訊欄 我會放在下面那個連結 好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這部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追著我的IG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安妞